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從這一集開始我們來談一談 最近這個臉書的廣告費用越來越高 已經幾乎是去年的兩倍以上了 那很多企業已經針對這個臉書廣告的成本 高居不下,感到很頭痛 為什麼?因為利潤已經被侵蝕掉了 甚至根本就沒有利潤 全部賺了錢都丟到廣告費裡面去 那幹嘛還要投廣告? 那這樣投廣告是不是變得很浪費? 那如果不投臉書廣告的話 到底我們還有哪些方法 可以讓企業走得又長又久 而且又能夠有盈利有營收 其實在早期根本沒有臉書這個東西 所以我在2003年那時候創業 我賣的是網路伺服器 那我在網路上就是 去尋找哪些管道可以曝光我的網站 那我就在那些管道裡面去曝光我的內容 那譬如說我以前講過在那個 Study Area就是酷學員 它裡面是專門在討論Linux的 Linux這個作業系統的一些設定 安裝啊 還有一些城市啊 設計啊 那怎麼去做到把這個網站 利用Linux這個作業系統去 架設自己的網站 然後發送電子郵件等等的 這很多很多的相關性的問題 都在那個討論區裡面 那個討論區就聚集了非常多 非常多IT相關部門的人員 就是那些要叫網站的工程師 電腦網路工程師等等 他們就會在裡面或系統維護工程師 甚至是城市設計師 他們都在裡面去討論這些問題 那我在裡面去做什麼 就是去回答別人的問題 因為自己也常碰到一些問題嘛 所以我就去回答別人的問題 當然因為我的目的是要做網路行銷 所以我回答問題的目的 並不是那麼單純 不單純 別人去回答問題 可能就是單純幫助別人解決問題 可是我去回答問題 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讓別人過來看看我是誰 讓別人看我是誰 為什麼 因為我在賣相關的解決方案 譬如說他今天要寫城市去解決一個問題 那寫城市可能需要花掉他一個月的時間 可是他只要買了一套軟體 他就能夠解決這個寫城市花的這個時間 他不需要寫城市不需要花時間 他就可以跟老闆直接提建議說 那我們乾脆買這個產品好了 解決掉這個問題 舉個案例來講 以前沒有那麼發達的雲端伺服器的時候 通常我們必須去買一台NAS伺服器 那NAS伺服器他裡面要擺好多顆硬碟 因為一顆硬碟容量不夠 所以他可能必須要串連好幾顆 譬如說五顆硬碟好了 可是五顆硬碟你要讓他每一顆的容量相加 這怎麼辦 他必須要去寫這個NAS的程式 或者是去安裝這個跟NAS相關的這個系統 然後安裝在Linux作業系統裡頭 可是這個對很多工程師來講 也是很困難的 他也是很困難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就買一個NAS的系統 直接硬碟幫你裝好了 然後機器也幫你裝好 你就直接買回來 放在那邊網路線插上去 IP設好 他就是你要的系統 他幫你解決到非常多的問題 還有時間 因為你自己安裝 萬一出錯了怎麼辦 萬一資料損毀怎麼辦 萬一備份失敗怎麼辦 資料沒有辦法還原 這是很令人心痛的事情 可能整家公司都要倒閉了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去買一個這種方案回來 那就解決掉你的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在這個討論區裡面 我就時常去回答別人的問題說 那你遇到這個廣告性 抵擋不掉廣告性的問題怎麼解決 然後你遇到垃圾郵件 你遇到這個病毒郵件 沒有辦法抵擋 那應該怎麼解決 其實這個都是可以去購買系統來解決的 可是很多電腦工程師他可能不知道 有這個方案 那所以我在裡面去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也不會去刻意賣東西 不是 我們去幫人家解決問題說 你可以安裝某些軟體 來解決你的問題 但是呢 你要花那麼多時間嗎 好 那如果我的做法是 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整個完整的流程的話 OK 那我的網站這邊還有寫更多的相關資訊 我的部落格 那時候不叫部落格 就是我自己的網站 我的網站列了48條Q&A 所以他就可以來我的網站 看一下我的一些詳細的描述 那我自己的網站裡面當然就可以做廣告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廣告文裡面 其實就是寫了大量的圖文並茂的解決方案 然後讓他去感覺說 這個東西到底有多方便 他的控制介面非常的方便 不用去寫程式 就好像現在很多架網站的平台一樣 不用寫程式 直接拖拖拉拉 然後直接打字 只要會打字就可以架網站 這個道理是很像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去賣這種商品的時候 就賣得還不錯 就很多人很多系統工程師 就打電話來諮詢 然後我就專門賣這個東西 那以前呢 我們就是到處去找哪邊可以去曝光你的平台 像那個討論區 他聚集了好幾萬人 在那個討論區裡面專門去討論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的目標課程鎖定的非常精準 就是假設說我當初寫了一個部落格 專門在講這個伺服器的東西 然後這個部落格的內容 我同時放了兩個地方 一個放在當時的Yahoo部落格 一個放在另外一個當時的ID Home部落格 IT Home那邊專門是IT人員 然後Yahoo部落格是全台灣的人 都很多人上去看的這個部落格 那這個就好像你在找客戶一樣 如果你沒有鎖定你的客戶的範圍 目標客戶 你覺得說每個人都是你的客戶 那你可能就會像我當初一樣 把這個部落格放在這個Yahoo的部落格裡面 因為我覺得Yahoo的部落格 全台灣人最多會上這個網站 但是事實上完全相反 就是我這個文章 單一篇文章 放在這個IT Home的部落格裡面 一篇文章的閱覽率都差不多5000 5000個人次 然後我放在這個Yahoo部落格 一天還不到20個 不到20個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這一群人對我的文章是非常有興趣的 可是Yahoo的那一群人 是普羅大眾 雖然人多 但是根本就不精準 所以這個跟我們在投放廣告 還有在設定你的目標 你的TA 你的目標受眾對象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選項 你要把這個選項選對 你這個選項錯誤了 你以為人多的地方 生意就會好 錯了 其實是人精準的地方 生意才好 所以你必須先瞄準一批受眾 是比較精準的受眾 人數比較少的受眾 譬如說你可能有男生女生性別的不一樣 你可能年齡層的不一樣 你可能有興趣愛好的不同 你可能有這一群人在哪邊聚集 像我剛剛講 那些IT人電腦人在那邊聚集 這些人對我的主題就比較有興趣 所以要看你賣的東西是什麼 你就去找到相對應的 那我們現在講說 如果沒有Facebook的話 Facebook是這幾年 這五年來 比較大量的在上面去登廣告 然後去找到你的客戶 可是五年前 在2012年之前 其實很少人知道有Facebook的廣告 那時候Facebook廣告很少人知道 沒有廣告的時候 我們就是照我剛剛講的方式 去尋找各個地方 比較容易曝光你的 找到那些你可以去曝光的地方 那現在沒有 現在大家都用臉書 結果太泛濫了 用臉書廣告人實在太多了 那怎麼辦